又要谈崩了,全世界眼睁睁看着,双方破口大骂,一场大战将继续,血腥杀戮在进行,在开罗举行的停火谈判,按照媒体的报道,5日实际接近崩溃,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随后离开开罗,抵达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紧急会面,哈马斯代表也带着强烈不满,离开埃及前往多哈,各方态度都很强硬, 看路透社的报道,哈马斯代表明确表态,我们可以与以方谈判,但不能不惜代价低谈判,他宣称任何协议都必须结束战争,并导致以色列军队撤离,但以色列目前还没有做出这种承诺的意愿,在卡塔尔,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自通马,世界已成为极端主义政府的人质,该政府在加沙犯下了大量政治问题和罪行,而且以色列实际在破坏调停,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子宣称,哈马斯提出了不能接受的条件,要以色列撤出加沙是万万不可能的,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同意哈马斯的要求,这意味着投降,并将继续战斗。 直到实现所有目标,反正开罗谈判破裂了,接下来就看卡塔尔多哈的谈判了,即便多哈达成停火协议,真能永久停火吗? 以色列会放弃对哈马斯的围剿,哈马斯会结束对以色列的仇恨,我的判断最多也就是暂时安静一会,但用不了太久,平静就会被打破,大战又会开始,杀戮还会进行,这就是加沙的宿命。 但美国确实希望停火,世界更希望停火,再不停火了,美国校园就闹翻天了,这严重影响美国的稳定和形象,还有拜登的选情,所以拜登派中情局长直接参与谈判,按照拟议的停火协议,分三个阶段,总共六周。 第一阶段是以军同意临时停火并撤出部分地区,哈马斯释放20至33名,属于老弱妇孺的被扣押人员,第二阶段是哈马斯释放所有仍存活的被扣押人员,双方继续落实可持续停火安排,第三阶段用于交换战王人员遗体,据沙特中东报披露,哈马斯一度得到美方保证,即以色列将在协议第三阶段完成后,从加沙撤出所有军队, 弱势永久停火,这应该是一度传出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的原因,但以色列随后明确表态,保证是美国单方面做出的,以方并未答应。 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,哈马斯释放完人质后,以色列还要接着打,那对哈马斯来说,确实也没什么谈判的。 事实上这次谈判,以色列和哈马斯拒绝面对面,而是埃及和卡塔尔居中传话,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? 有几个观察点吧,一是美国不断对哈马斯施压,美国管不了伊朗,也管不住以色列,但美国会向埃及和卡塔尔施压,从而间接对哈马斯施压,迫使哈马斯接受以色列的条件。 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警告卡塔尔,如果哈马斯不答应,卡塔尔就驱逐哈马斯的领导人,什么公正? 美国不需要公正,只需要结果,二是埃及和卡塔尔也很憋屈,埃及很憋屈,因为加沙战火,红海城是非之地,大批国际货轮不得不绕过苏伊士运河,埃及收入大将,经济正岌岌可危,卡塔尔更憋屈, 这边美国大棒挥舞,要求卡塔尔坐着坐那,那边以色列更不讲武德,公然关闭了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,什么新闻自由,要关闭总是有理由,三是美国校园抗议会愈演愈烈,为什么会这样? 我看到也有不少人嘲讽这些美国大学生太幼稚,看不清哈马斯的真面目,看不到哈马斯先进攻,杀戮了一千多以色列人,哈马斯的杀戮当然要谴责,我说过以色列的报复多少也能理解, 但一支文明的军队,报复总有限度,我相信美国抗议者中肯定有激进人士,但绝大多数的抗议者,应该是实在看不下去了,这关乎生命,关乎人性,似是和平尚有一线机会, 如果哈马斯愿意让步,如果以色列愿意妥协,这很难,就看美国怎么施压了,看各方是否真在乎人民啊,毕竟加沙现在最大的灾难,一是以色列的杀戮,每天都有几十人死去,二是饥荒和疾病,异常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正在上演,什么是地狱,加沙现在就是人间地狱,无是停火也只能是暂时停火,请原谅我的悲观, 因为不可能永久的,哪怕白纸黑字,在这片螳蟹的土地,也不可能真正落实,根本问题解决不了,那就不断是以牙还牙,以血还血,你看吧,已经很快会对拉法展开猛攻,哈马斯也绝不会放下武器,美国还会不断向以色列输送武器,和平不过是梦想而已,杀戮却是永恒的现实,那里的生育率很高,但那里的很多孩子, 可怜永远长不大,据路透社报道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表示,哈马斯是加沙停火的唯一阻碍,要尽快接受以色列提出的临时停火条件,同时美国几乎快要让沙特和以色列的关系走向正常化了, 大家都知道,美国政府在沙特和伊朗和解之后,那叫一个寝食难安,随后就提出要让沙特和以色列也和解,不然美国盟友万一都被慢慢分化,加入到反美阵容可怎么办? 美国人不是不明白以色列正在做什么,以方政府现在就是把巴勒斯坦人,罩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笼子里,如果美国通过外交手段,让以色列同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,那哈马斯就彻底没戏了,巴勒斯坦将感受无比的绝望, 以色列为了让哈马斯接受和解条件,就开始温水煮青蛙,称可以互相交换人质,在互换人质后有个持续平静期,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到,以色列政府是会遵守诺言的那一方,这简直就是一群强盗在讲道理,就像美国这样一个不断毁约,无视人道主义乃至联合国呼声的国家,有什么资格逼哈马斯赶紧签停火协议, 之所以美国这么急,就是因为美国急需扩大外交影响力,大家看到没有,以色列进攻拉拔,消耗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和未来,美国政府身为调停方,却不断向以色列倾斜,给以军输送武器,美国满嘴虚假的仁义道德,在这一刻被暴露无遗,所以美国需要力挽狂澜,一是拉回美国人在中东的形象,劝杀以和解, 也算是为中东大和解,做了件事情,再就是拜登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,支持率直线下降,再这样下去,美国总统的位置恐怕不保,拜登一方面是要顾好自己,另一方面为了稳固政党的公信力, 所以需要在中东找回战略平衡,通过美国沙特以色列,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轴心,而且目前和以色列和解的中东国家已经有六个,在美国的操作下, 以色列未来与阿拉伯国家和解,也不是没可能,但是我相信其他中东国家看到这讽刺的一幕,未免心生芥蒂,因为乙军在拉法,还在不断制造伤亡,连加沙最后的避难所都不放过, 却在这里说以色列慷慨地提出要求,要和哈马斯停火,把沙以和解的众人压在了哈马斯头上,这不就是道德绑架吗? 哈马斯不同意和解,就说哈马斯破坏了沙以和解进程以及中东和平,要是哈马斯同意和解,沙以如果真的能够关系正常化,对于巴勒斯坦来说,那就是无尽的绝望,沙特作为中东大国, 与以色列和解就是一个风向标,美国影响力将重返中东,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想要自救的难度直线上升了,呼救的声音将被美国及其盟友给硬生生地按下去。